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我在我的一位朋友徐思远先生的频道酷润上播出的 所以所有的都是为酷润做的客串 很多朋友后来建议我开了我自己的平台 所以大家就能看到我现在命名成潘露使徒堂的系列频道 之前叫果皮工作室 果皮工作室用了一年 就今年7月15号我把它改成了潘露使徒堂 以后都会用潘露使徒堂这个名称来传播我的视频 所以我再次特别的一个时间里向大家表示感谢 我的频道马上是3000位订阅观众 我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关注我的频道 你们都是我的良事义友 同时我也欢迎各位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能够促进我的节目做得更好 好的 再次谢谢大家 那所以呢 我今天开始又要谈孔秋了 又要谈儒家了 其实我谈的还不是孔秋儒家 我更多的重点是放在即将要兴起的新儒家 在我的眼里面这个新儒家不是好东西 不是好东西 所以此番在我潘露使徒堂里再次谈出 潘露谈新儒家四个部分 总共有四十集 第一部分我是潮潮人犯 不好意思啊 这个还是要讲的 因为我原来是替孔润做的 我现在要替自己做 是孔秋和儒家的产生 孔秋和儒家的产生 这个部分是第一部分是十集 第二部分是儒教的毒害和反制性 那么这个呢是十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儒教的三次大复兴 以及后果 其实是一个恶果 儒教的三次大复兴和欧果 也是十集 那第四部分呢是新儒家的崛起和灭亡 这个部分是比较重要 也是这个系列的一个核心 就是中国为什么两千多年 他走不出王朝循环史 走不出这套儒家的话语结构 原因在于每次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新儒家都会崛起 把整个社会拖入另外一条不归之路 这个是我们要值得警惕和反省 所有办法拿出来再挖一挖 好了 我今天呢还是来谈 我在推上P的最多的这样一个人 就是孔秋 我写了反恐120推 这120推也成为在各大平台传播的一个热点 很多朋友就因为看到我的反恐120推 要跟我认识 要跟我交流 我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我很多思想都是不成熟的 所以还要得到大家的不断的鞭策 我得以提升 所以这个呢是跟各位交流是我得以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 我今天呢是讲潘若谈孔秋的第一集 这个其实是一个冷饭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孔秋这部分都是我在去年库论里面讲过的 我是把它的体系拿出来再跟大家来谈一谈 我的一个论点核心论点是 孔秋他不是华夏族的至圣仙士 也不是教育家作为一个教育家的万事师表 他是在2000多年的惨绝人寰的王朝循环中 是这个民族的唯一的通杀的庄稼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王朝这个社会使用的是他那套非常低级低质愚昧的人理化语体系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 孔秋就成了整个华夏族的天花板 那其实他是一个智商有严重缺陷的人 他也是有人格缺陷的人 而孔秋的这样一个非常低质的人理结构却成为整个华夏社会控制的一个指南针 一个方向盘 这个是跟中国社会的走向有关系的 我再接下来再分析 我今天的一个核心观点呢 是孔秋他是一言堂和自干五的主持人 同时也是五毛和阿Q精神的首创者 大家来听听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去年我在六月份的时候在库任客串的第一套节目就是讲中国痴人文化的一个状况 说错了 是吧 是中华痴人文化的一个状况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之后呢 朋友们问我 其他文化也有痴人 为什么华夏痴人也只是要现在 我就说这个跟华夏的一个文化设定有关 按道理来讲 文化是可以通过社会和信仰的互动来实现转型和升级的 但是华夏却失去了这样升级转型的人力 他失去了升级成现代文明的这样一个能力 我们要找到原因 那所以呢 我们就要去分析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最深远最大的这样一个孔秋的思想 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孔秋对华夏的重要性 这是毋庸置疑的 至少比我攀入重要一百倍 他的重要性通常被认为超过四个人 这五个人我在我的节目中讲过 西周早期的周公 这是卢法的主师爷 也是卢家最早的提出周礼的元圣 那么还有三个人呢 就是促成大一统的三个人 大家都知道三个人 是吧 我的节目中都谈过很多次了 商鞅 秦始皇 秦始皇和汉武帝 所以我们要把孔秋的思想把它剖析透 所以看一看有哪些它的至今还有价值的部分都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那么还有哪些是完全属于招货的东西 我没把它摒弃掉 所以在我的体系中 孔秋基本上没有什么正面的东西 他所有的一切的万事师表 至圣先师 大臣先帝 这些都是君主专制给他戴的高帽 他本人是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去回到孔秋生活的那个时代 来谈一谈孔秋的生平 以及他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包括儒教是如何被汉武帝接受成为影响华夏大一统社会走向的这样一个思想体系 这就是我的第一部分的一个核心的讲座思路 我们要回到这个孔秋生活的那个年代 孔秋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551年 在他出生的43年之前 古典希纳的卢梭 说错了 所有人开始改革 开始向民主制度迈进 我们要注意时间 那个时间是公元前六世纪的早期 590多年 同时呢 古希纳自然者就叫泰勒斯带着他的徒弟 阿拉德西曼德 这是米独斯三节 米尼独三节 来研究自然哲学 来研究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 而米尼独的学派 泰勒斯提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 他的徒弟认为宇宙是由火构成的 所以呢 在主流文明之中啊 人类已经在思考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 他们已经在考思考这个世界观的问题了 在过了40年之后 孔秋出生了 孔秋出生于前551年 周灵王的21年 汝香公21年 那么孔秋的出生呢 有点叫宏纳叙世的唯史神话结构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因为华夏人写史给了一些 想戴高帽子的人 总会要找神圣叙世出生 所以孔秋也是这样的 据传孔秋是宋国第二代国君 威宗的第15代孙 那么这个威宗呢 是公爵 宋和魏封的小魏啊 封的都是公爵 为什么 他们是商朝的宗士 所以这个威子和威宗啊 他们是奏王的哥哥 就是商奏王的哥哥 他们又封到了这个宋 是公爵 他们的爵位比一般的诸侯还要高 但是这个是属于神圣叙世的事情 是没有考证的 所以说孔秋是威宗的第15代孙 这个基本上是猪髓猪肉 所以他又给孔秋加了一个神圣叙世的帽子 说孔秋其实不姓孔 他们应该姓 姓 姓姓的贵咒嘛 这个是谎言 我们把它批掉 那么孔秋的等级礼教制度和他的儒家思想 不是他的原创 我们要注意 不是他原创 因为在他生前大概是500年就有人讲了 这个人就是我在谈法家的第一集中 讲了很多遍了 周公 周公有一本周礼 礼教制度 这个是构建 周朝封建制度的一个人力基础 当时也没有约法 没有罗马那样的十号同标法 也没有汉姆拉比法典 我说到了 汉姆拉比法典在前面 公元前18世纪 那个罗马同标法是后面 公元前5世纪 所以他们是有一个前后关系的 所以孔秋是出生在周朝礼教等级制度 非常延伸的一个社会 是春秋的中期 那个时候周平王迁都已经过去了200年 好就好在 他生活在这个年代是 华夏历史上比较少的几百年 就是我们所称的哲星时代 古典时代 或者叫哲学家时代 虽然华夏没有主流意义上的哲学 我指的是主流文明所指的哲学 古希腊那种哲学家的辉煌 华夏是没有的 但是他也孕育了华夏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期 我们俗称的诸子百家 我在这里说一下 其实没有百家 只有子家 比较大的也就是道家 法家 墨家 卢家 明家 阴阳家 这样的 是吧 其实也就这么几家 还有兵家 是吧 华夏的这个哲学是地板 跟古印度没法比 跟古希腊是更没法比 这个我都讲了 我尽量跟上一回讲的不一样 那么孔秋这个人 他之后成为一个人理之王 他的话语结构成为控制华夏人行为方式的一个话语体系 这个是有原因的 但他本人的出生是并不高贵的 他是一个私生子 私生子 那么他的母亲叫颜真 他的父亲是一个没落贵族 就是那个 是吧 宋国国君的第十四代孙 他的母亲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梁苏启 是一个没落贵族 到了六十岁 还没有子室 其实生了九个女儿和一个残疾的儿子 就是孔秋的兄长 他不满意 为什么他孔家绝后了 是吧 如果真的绝后也就好了 他就去物色这个替他传宗接待的人 所以就物色了一个颜真 颜真当年十八岁 就颜回的颜 我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就取了这门小妾 但是后来这个青史是没有被宗族认定的 因为他们孔家也有他们的宗族 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我讲过了 所以他们的婚姻是不合法的 就是这门辣妾的行为是在他们的宗室宗室不承认的 所以这两个人的婚姻关系是没有的 但是老先生嘛 身强力壮 脑脑异壮 虽然没有婚姻关系 但是行人事还是可以的 是吧 就在野地里苟河 这个苟河的地方呢 就是今天山东祭宁市区府市的这个叫中仪山 就是他们各回的地方 那么就有了恐求了 当时他父亲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已经七十二岁了 他母亲只有十九岁 这个年龄想他太大了 这个结果我们就知道了是吧 结果就是他父亲 叫他没几岁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七十多岁已经是高寿了 就是属于这个 平均说明高了很多了 他母亲就一个人带着他 大家注意他们的宗族对他是不待见的 而且他家是没入归族 所以恐求这小子啊 小的时候就没安全感 那个年代没爹 就意味着没有身份 没有地位 饱受歧视 天上掉下来的 脱油瓶的 就是华夏这个文化是特别恶毒的 你要注意从恐求那个时代就开始了 他是一个没有爱的文化 为什么没有爱 因为华夏核心文化中没有信仰的成分 结果讲完多次了 在那种等级礼教制度啊 没有父亲就意味着歧视 所以对他的情长经历 对他的心理是造成很大的阴影的 所以他会后来提出这么一套变态 漏洞百出的人 已就不足为奇了 而且那个时候使用的是繁体的这种 中定文 识字的人不多 他是作为一个贵族 在加里克人识了一些字 所以因为识字 因为又是贵族 所以他就有做办的机会 我们要注意 远东社会是处于世界最东端的 远离当时的世界文明中心 而当时的世界文明中心 已经不是两核了 就是公元前六世纪 已经西移到西纳了 已经是古代城邦世界 古希腊了 那么古希腊在公元前六世纪 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文明 他们的哲学 艺术 政治 美学 文化 诗歌 他的三大悲剧 悲剧家都是相当的出名 还有历史学家 休斯底德和希罗多德 所以他们的文化 要比华雅高很多 我们要承认看到差距 而周朝是一个分封制 周朝的统治下的华夏社会 如果采取这种分封制的话 他必然要用一套仁理基础 来对人进行精神控制 而周王他不是通过军队去控制 他通过他的天命道同学说 我在前面讲周公的时候也讲过了 而周公的天命道同学说 除了法家这套霸道以外 还有儒家的这套王道 这套王道就是他讲了很多次的周理 我们要讲礼仪 要讲礼节 要讲等级 所以周理的核心是等级贵贱制度 论清书分贵贱 而周朝的封印结构呢 他对社会的管控是远远低于原来的大一统 后来的大一统社会 所以这套社会结构是后来两千多年 很难得见到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这套结构 所以在周王时的统治之下 大家是有言认自由的 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出现了多元社会嘛 一个人说的不算 有很多君主 天下共主 大家可以交流思想 我在鲁国不行 我得可以去习国去 我可以去秦国去 我可以去楚国去 此处不留爷 只有留爷处 所以孔子最后也是这样做 孔秋也去周游列国了 但是这家伙呢 五行缺爹 他就想找个爹 谁做他的爹呢 是吧 全程嘛 有权利的人嘛 所以我第一回讲错了 他不是去找鲁昭公找管主 他成年之后已经是鲁昭公了 不是 他去找的是继孙寺 就是鲁国的权臣 大夫 有权的 继孙寺呢 你对他也可以了 给他做了一个文书小例 相当于政府秘书 他做了小例之后呢 他觉得还不行 收入不够 孔子这个人就是一生吃不饱 他没肉吃 他从23岁开始办私学 我们把这个结果要理顺一下 他是先办私学 搜弟子 然后再去 终晚年再去周游列国 我把这个第一次把这个顺序讲到 真正的情况是先办私学 然后再去周游列国 他这个私学呢 其实也没多少学问 他的学问呢 更多的是想通过 迈用他的这套礼仪和乐器制度 去搞点肉 那个时候学费是腊肉 干肉 他的这个音乐的水平呢 也不是非常高 孔秋会吹唆呐 所以他做的是婚伤嫁娶的生意 他是乐队的领班 所以他那些弟子啊 都是在上市上给人去哭上的 去吹那个哀乐的 就是他们这个团队的原型 这个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我瞎说的 这个是顾杰刚教授考证的一个结果 那些子录啊 颜回啊 子贡啊 曾生啊 去见他的时候 拜师礼呢 其实就是两块腊肉 那么有的学生呢 听了他的 又听了别人的 因为教书都不是他一个 就有一个法家的青年结军 叫邵正卯 也收学生 所以很多学生就去邵正卯里面一听 哎呀 这个人比孔秋高明多了 都去听邵正卯的 你说孔秋心里还舒服啊 你不抢我饭碗吗 所以他对邵正卯还很在心 在中国古代呢 蛋白质是硬通货 因为我说了 华夏古代是吃不饱的 这个你可以去看看 考古学的证据 成年人的牙齿和成年人的骨骼 都是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的 所以等到一番机会之后啊 机会终于来了 来了就是乱世出英雄 鲁国出现了三环之乱 这个很有名 孔秋就流亡齐国了 结果去齐国之后呢 他又不受齐国的国相 燕英的代见 知道吧 燕子 所以鲁定公九年 五十一岁的孔秋 终于被鲁定公召回了 鲁定公这次召回来 鲁昭公已经去世了 是鲁定公 这次孔秋被任命为 掌管农业的大司扣 不是掌管刑法的大司扣 第一回又错了啊 这个大司扣 不是说错了 掌管刑法的大司扣 不是掌管农业的大司扣 五十一岁的孔秋 掌管农业之后 他做司扣 五十一的孔秋 掌管刑法之后 他做司扣只做了七天 史书上讲 做了七天 他就找了借口 把之前埋恨在心的 邵正宝给杀了 并且暴施三日 这个行为就有点过分了 这不是叫公报私仇吗 是吧 所以华夏呢 就是这样一个 这种一种 不好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 从孔盛人生 又开始了 你跟邵正宝 抢学生 抢不过人家 是你学术不精 你应该提高自己的学术 你一到好了 你采取的形式是什么 你采取的形式是 你把邵正宝给杀了 而且找的是 邵正宝 谣言惑众 宣传不同的思想 你是怎样一个人 邵正宝是怎样一个人 这段历史 在很多人的书上 都有记载 包括史记 包括胡适先生的 中国思想史上都有 都详细讲了这件事情 因为邵正宝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宣扬了法家思想 把你的学生抢走了 你当了司寇 掌管刑法之后 才七天你就找借口 把邵正宝给剁了 而且还报失三日 所以孔秋是一个 非常恶毒的一个 以公济师 以公济师的这样一个 贵之手 这样一个 优秀共产党员 深得华夏政治文化的精髓 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货色 邵正宝是让你改正 让你反省的一个人 用华夏人的语言结构讲 这叫中年里养 良药苦口 但是你恐求怎么看的 你说人家妖言惑众 就把人家给杀了 他事实上是报的 当年抢他学生的一箭之仇 所以大家如果想 通过孔秋的思想 孔秋的人力 给你的个人家庭 以及社会带来自由 那你就做梦吧 所以孔秋的这个人格 是非常低贱的一个人格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这个第一集 我就讲到孔秋 杀沈茂 我们下一集再讲 他去见周平邦 以及周游列国的一个经过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一个结构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今天拍一段阳台上的日落 这个是小区的停车位 天空开始出现淡季云 但是今天天气很热 那边是高层云 现在晚上八点钟 我待会要录视频 好的 有的时候我在阳台上拍日落 确实觉得这个 有一种 漠视的那种感觉 那边远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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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透露出 弯霞 скаж 大家能看到 我把镜头调成广角 那么这样也就很有大片感 hello 我楼上的那个帅哥 那一片日落的那种闪光 确实美人美药 我再调近一点 大家来看闪光 有一只鸟飞过去 没注意是什么鸟 我就这样一天一天的 消耗自己的生命 一条单身狗 完毕